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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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 祝我 祝你天 祝我 阿弥陀佛 那么当时呢 如果是阿弥陀佛来呢 这个鬼神 饿鬼神 为什么不会变阿弥陀佛呢 你平时你阿弥陀佛很精进啊 是你修行的本尊呢 如果说是 这个恶鬼神 变这个阿弥陀佛的形象 那么这个护法神会干涉的呢 所以的话呢 自己呢 精进修学 以心不乱的念 引接王人 令诺恶道啊 如果呢 我们没有正念呢 灵命中时 往往呢就是多恶道了 何况本造恶者 善人都是如此 何况你本来就善业很少啊 世尊如是严辅体 男子女人 灵命中时 神识昏昧 不变善恶 来自眼耳更无见闻 神识昏昧不变善恶 那老年痴呆症呢 美国前面那个总统里根呢 那老年痴呆症呢 这神识昏昧不变善恶 没死啊 人没死啊 但是呢 这个像呢 就是已经怎么样 已经到恶道中间去了 所以呢我们 这里面同时也是讲怎么样 病得很严重了 病得很严重了 也认不出人来了 这个地水火风 事大来将要分散呢 四足转熟当需设大供养 设大供养是什么 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悟啊 这个是大供养啊 好像婆罗门女这个样子 好像光木女那个样子 为了救母亲啊 供养三宝 而且无法修学啊 精进学修啊 这是大供养啊 转读尊经 念佛菩萨名号 如是善缘 能念王者 离诸恶道 诸魔鬼神 西界退散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 这个福德力啊 就可以帮助 王者呢 离诸恶道 是尊一切众生 灵命忠实 若得我若得我 亦佛名 亦菩萨名 或大乘经典 一句一记 我光如是被人 除五无见 杀害之罪 小小恶业 何堕恶趣者 寻寄泄脱 我们这里面呢 昨天 昨天大家抄了一个子啊 那个样子的话呢 是一个善巧方便 大家可以初步的看一看呢 是说什么 灵命忠实啊 如果你能够观想 这么几个字母啊 就很有帮助 你在两个眼 两个鼻孔 两个鼻孔 两个耳朵呢 你观想 绿色的翁字 绿色的翁字 把它堵住 灵命忠实 你神是有哪个地方出去 这个很重要的了 光想口呢 口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松字 白色的松字 把它堵住 密处呢 是一个道立的松字 黄色的 道立的松字 把它堵住 肛门这里呢 是一个红色的公字 把它堵住 那么还剩下什么地方 还剩下呢 两个眼睛可以出去 眉间可以出去 头顶呢 可以出去 如果是 如果是呢 有两个耳朵出去呢 神死最后啊 有两个耳朵出去啊 是神到修罗道之中啊 阿修罗啊 有两个鼻子 鼻孔出去啊 出生为 叶叉 有口出去啊 做恶鬼啊 有密处出去呢 是做畜生呢 神死由肛门出去 是做地狱呢 如果是 由梵顶穴 头顶呢 出去的话呢 生佛净土啊 我们修那个破瓦种觉 就是由这里出去呢 梵顶穴呢 但是大家不要单单修那个什么破瓦法 你以为就怎么的呢 你平时 这个 没有保持政治 你临终 你单单修破瓦法 你不一定修得起来呢 那个那个像也不是很难的像 你说哦 可以拱起来 留一点防水 可以插一根香进去 这个不奇怪的呢 你平时你不要观想 你就是 嘿嘎这样子 你就可以了 你做几下就可以了 不是很难的事情呢 不要看这个表象 这样子的呢 如果是由梅肩出去呢 升到色界天呢 有两个眼睛出去啊 升到人道来了 大家这么观修一下就行了 这么观修一下 平时观修一下 灵命中始 平时也保持政治正义 灵命中始 有这么一个善巧方便啊 把其他的 能够出去的地方全部堵住 就逼他呢 只有这么几个 两个眼睛啊 梅肩啊 头顶啊 只有这么几个地方可以出去 这样子的话呢 你决定最低怎么样 你升到人道来 再问正法呀 那么呢 这个是我们说一个 善巧方便的方法 也是与地藏菩萨的 本尊法相关的一个修法 地藏菩萨的曼陀罗 地藏菩萨的 敬三恶趣的一个修法 所以我们要文件自修 纷纷几后啊 趁现在身体健康啊 努力修学 那么呢 那么呢 如果是临终呢 能够听到一句佛号 听到呢 经大乘经典的一句一记 都能够呢 除了 除无见杀害之罪啊 其他里呢 寻寄 谢托 佛告主命鬼王 如大慈故 能发如是大愿 于生死中 护诸众生 若未来世中 有男子女人 自生死时 如莫退世愿 种令谢托 永得安乐 佛陀呢 悲心很大呢 把这些 未来世的男子女人啊 把我们呢 托付给 主命鬼王 帮助我们 总令谢托 永得安乐 鬼王白佛言 愿不有虑 我必是行 念念拥护 言辅众生 生死死 拒得安乐 念念拥护 言辅众生 但是要怎么样 要我们自己呢 保持 政治正念 修善法 但愿诸众生 于生死时 信受我语 无不懈脱 获大利益 而是佛告 地藏菩萨 是大鬼王 主命者 已曾经百千生 做大鬼王 于生死中 拥护众生 是大事 慈悲愿故 献大鬼神 食非鬼也 去以后过一百七十节 当得成佛 昊悦 无相如来 过一百七十节 他可以成佛 得号呢 是 无相如来 那么成佛的那个时间 那个节 称为安乐节 我们现在这个节 称为什么节 闲节 世界民进驻 进驻世界 那个安乐节 禁驻世界 如来 无相如来 其佛寿命 不可继绝 地藏 是大鬼王 其事 如是 不可思议 所度人天 亦不可限量 那么底下呢 是称佛名号品 第九 由这里开始呢 就开始讲 成佛之道了 讲三宝的功德了 称佛名号品 第九 是呢 讲佛宝 念佛 念佛法门呢 较良 不实功德原品呢 这是讲法 法宝 第十 然后呢 建文利益品 第十二呢 是讲深宝 列举了 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而是地藏菩萨 摩合上 白佛言 世尊 我今为未来众生 眼力一世 于生死中 得大利益 唯愿世尊 听我说之 幕后这个五品 也重复 知道啊 我们本节修行呢 很重要的课题啊 就是念三宝功德 念三宝 是成佛的证音 念佛是因 成佛呢 是 果啊 所以呢 这是深信因果 华音经上说呢 宁受地狱苦 得闻诸佛名 不受无量乐 而不闻佛名 所以于往昔 无数节受苦 流转生死中 不闻佛名故 不受无量乐 而不闻佛名啊 念受地狱苦 得闻诸佛名 为什么 得闻诸佛名 就与诸佛有缘啊 可以得到教化 可以得到度化呀 佛难度无缘之人 我们说 昨天说的故事怎么样 舍利城中 这个城东老母啊 与佛共住一城呢 佛陀 三次献身去度化他 因为没缘分呢 度不了啊 阿兰去呢 有缘呢 可以度啊 所以说怎么样 念受地狱苦 得闻诸佛名 所以地上不上呢 这里面呢 这一瓶呢 就地上不上 告诉我们 他过去 无量无量节以前 他所亲近的那些老师 这个也是怎么样 教肖啊 念念都不忘自己的老师 他过去曾经亲近过的诸佛 底下呢 就列举了详细地讲到十种佛 又列另外列举了九种佛的德号 十种佛第一种 那无边生佛啊 无边生如来啊 这是法生佛啊 底下的佛呢 法生佛是本呢 底下的佛呢 是这个本呢 法生佛所化现的 化现出来的呢 这个无边生如来啊 就是一切众生的自信 清净法生呢 佛告地藏菩萨 如今欲心慈悲 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 眼不失一事 今正是实 为当诉说 无忌涅庞 佛所说他讲远涅庞了 事实如此啊 记得你上部落讲圆满了 记得你讲圆满了以后呢 二月十四啊 来到人间 来到人间 二月十五一天呢 把大伯涅菩营讲完 讲完以后呢 中叶事先入涅庞啊 是啊 佛呢 临入涅庞了 无忌涅庞啊 涅庞有四种 有余依涅庞 无余依涅庞 无助涅庞 和自信 清净涅庞 自信清净涅庞啊 这种神本具 有余依涅庞呢 你看他已经成罗汉道了 此生已尽 泛痕已立 灰身灭自 不受厚有 他就说他 得涅庞呢 你不要认为他死了 搞清楚了 你不要认为涅庞就是死了 这有余依涅庞 这个罗汉 他是罗汉道 他三十岁 曾罗汉道 他是罗汉 他是真涅庞道了 他是有余依涅庞 身体还在呀 他活到七十岁 在这个人间 度化众生呢 视线 度化众生 有余依涅庞呢 无余依涅庞呢 灰身灭自然 无助涅庞呢 菩萨以大自顾 不助生死 以大悲顾 不助涅庞 无助涅庞 无济涅庞 是如早必是愿 无意无忧 现在未来一切众生 你看佛陀怎么样 心里面只有 心里面呢 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 现在呢 地藏菩萨呢 教化他们 佛陀很放心啊 所以说呢 无忧啊 没有忧愁呢 没有忧虑呢 地藏菩萨 白佛言世尊 过去无量 阿僧起见 有佛出世 好无边身如来 是我们的 自信清净法身 这是法身佛啊 法身两种啊 自信清净法身 离构妙极法身 报身呢 自受用报身 他受用报身 如来献起 他受用 八地菩萨 所被接 运化身呢 耶稣庞的 他一生应生 四生应生呢 若有男子女人 文士佛名 战身恭敬 记得超越 四十节 生死重罪 何况 硕华形象 供养赞叹 其人 霍福 无量 无边 又一过去 横河沙节 有佛出世 好保性如来 保性如来 是指佛性啊 众生 本居佛性 绝呢 就是佛性啊 不绝呢 就是阿赖耶稣啊 那么我们能够 振得礼仪心不乱啊 振得礼仪心不乱 就开悟了 那振得是礼仪心不乱 还只是得定啊 振得礼仪心不乱的时候啊 你能够呢 显发本距离 如来之会得下 这时候呢 正如六者大师 正物体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人生万法呀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从一切的四项上面 回头 归于自己的 真如本性 这个样子啊 这种人呢 就可以于无上道 永不退转啊 当相既到 既是而真 若有男子女人 闻似佛名 一谈子性 发心皈依 世人于无上道 永不退转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号 拨头魔圣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闻似佛名 利于耳根 世人当得 千返身于六欲天中 何况自信 称厌 波头魔圣如来 波头魔圣 波头魔 就红莲花呀 众生力 真心啊 如莲花 不染一切物 能照一切物 十法界 十法界一正庄严 都是心呢 变现出来的 六道轮回呢 也是心变现出来的 心执着 有六道轮回啊 执着分别 妄想 所以呢 波头魔圣如来 波头魔圣如来 我们能够念 称厌 波头魔圣如来 知道呢 我们的 这个 悟入 真心呢 这个样子呢 可以 迁返身于 六欲天中 六欲天中啊 为什么他成就 生于六欲天中呢 度那些六欲天的天人呢 又于过去 不可说 不可说 阿生起劫 有佛出世 好 狮子吼如来 狮子吼啊 比喻如来说法 如狮子吼啊 说一称法 说原教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一念归 以世人 得欲 无量诸佛 磨顶授记 因为呢 他是 文原教啊 一称法 所以呢 他将来呢 得无量诸佛 磨顶授记啊 我们念 南无 狮子吼如来啊 这个样子呢 就是 心里面要提起 正念呢 要修 究竟法 建行成佛法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号居留孙佛 居留孙 居留孙佛 大家要注意啊 这里面居留孙佛 琵婆师佛 这居留孙佛 不是 不是指我们这个 弦节的居留孙佛 而是怎么样 而去过去 九远节前 地藏菩萨底 本师 本师 居留孙呢 就是所应断 所应断 众生烦恼 因断呢 修行最重要就是 断烦恼啊 烦恼断尽呢 菩提献钱呢 第一个是断 见识货 断见识烦恼 断呢 八十八十 见货 八十一品 识货 这个样子呢 断尽呢 就证阿罗汉果 第二呢 是断 沉沙烦恼 断沉沙烦恼以后呢 可以 菩萨当学五明之学 可以呢 认识 修持 恒沙的佛法 证得菩萨的果位 第三呢 是断 无明烦恼 断一封无明 这一封法身 所以说 见识货 沉沙货 无明货 断山货 这见货 施货呢 是会染污 无明 那 沉沙货 这个是藏制啊 沉沙货 无明货呢 不会藏我们 超出六道轮回 不会藏 但是呢 会藏度他 你度重手 你善巧方便不够啊 所以呢 我们要断这个 缘断三祸 缘修三观 缘正三得 这个呢 是念 狼魔 居留孙佛 的真意了 底下呢 是皮婆思佛 皮婆思 圣光的意思 请问是 居留孙佛 若有男子女人 闻世佛名 自心瞻力 或付赞叹 世人于贤 贤 千佛会中 为大范王 得受上祭 我们这样子 能够如法的了解呢 居留孙佛的意思 是所应断呢 如法的修呢 在贤 千佛 法会之中啊 都可以做大范天王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好皮婆思佛 若有男子女人 闻世佛名 永不度恶道 藏身人天 受圣妙乐 又于过去 无量无数 恒河沙节 有佛出世 好保圣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闻世佛名 毕竟不度恶道 藏在天上 受圣妙乐 皮婆思呢 是圣光啊 空甲中三光啊 什么是圣光 光万法呀 这个不是圣光啊 光心才是圣光啊 为什么 万法是所变现的 所以呢 我们光万法呀 就不是圣光了 只有光能变的心 光心啊 这是殊胜的 也就是说 光明心见性啊 见性成佛啊 金刚基山所说的 武道菩提呀 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明心菩提 这是般若道啊 见性啊 明心菩提 明心见性啊 之后呢 再修方便道 修粗道菩提 和究竟菩提啊 这个样子呢 哦 是圣光啊 你说哦 我观想 观想一棵摩尼宝树 摩尼宝树上面有佛像 都是光万法呀 所以呢 要光能变的心 这是圣光 顿悟成佛 这个呢 是琵琶师佛 保圣如来呢 保圣 保安 最殊胜的保是什么 本性啊 自性啊 自性具足 法身德 般若德 谢托德 所以是殊胜的 珍宝啊 保圣如来 我们意念 保圣如来的时候呢 就要 能够意念 自性的 本具的 心的本具的 三德密藏 那么第八尊佛呢 是保相如来 保相如来 由于过去 有佛出世 好保相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文师佛名 身宫尽心 世人不久 得阿罗汉国 又于过去 又 又于过去 无量阿僧起劫 有佛出世 好 夹沙床 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文师佛名者 超一百大劫 生死之罪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好 大通三王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文师佛名者 世人得欲 恒河沙佛 广为说法 必成菩提 那么第八尊佛是 保相如来 这是指印化佛了 藏教的佛 就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其实怎么样 因为原教的 出著菩萨呀 他也就能够达到了 也就能够达到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啊 原教的出著菩萨 就有能力呢 可以视线 八相成道啊 所以是藏教 藏教的 佛 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原教佛 原教佛呢 是信德圆满 究竟圆满的佛啊 有无量的妙相 有无量的妙好啊 加沙传佛 加沙传佛呢 加沙 是 如来的 宝传相 法传相 所以我们念 加沙传佛呢 就是 要持如来 清净界 身心 清净 大通 三王如来 大通 三王如来呢 大通是般若 三王呢 大通呢 是怎么样 见法身时候呢 那个 具足般若智慧啊 通达一切法随 大通呢 三王呢 是指佛的功德 如微微寻于山呢 四宝所成的寻于山 德相 所以其实呢 大通是智慧 三王呢 是德相 如来 智慧德相啊 所以说是 大通三王如来 我们能够闻佛名 意念他的功德 可以呢 将来 有这个机缘 得欲 恒河沙佛 为我们说法 必成菩提 底下又列举了 九中佛的德号 都是地上菩萨的 过去生中间 曾经 尘世供养 向他们学习的 本思佛 由于过去 有静悦佛 三王佛 至圣佛 静明王佛 至成旧佛 无上佛 妙生佛 莽悦佛 悦面佛 有如是等不可说佛 是准现在未来 一切众生 若天若人 若蓝若女 大念德 一佛名号 功德无量 何况多明 是众生等 生死死死 自得大力 终不斗恶道 若有灵命中人 家中传属 乃至义人 为是病人 高生念一佛名 是命中人 除五无见罪 于夜报等 惜得消灭 是五无见罪 虽是急重 动精一解 了不得出 尘世灵命中时 他人为其 称念佛名 于是最重 意见消灭 何况众生 自称自念 祸佛无量 灭无量罪 虽然灵命中时 能够得闻 一佛名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善根福德 非常殊胜的 真善缘 所以我们要精进 不要放异 我们过去 因为放异 做失了很多的 解脱的因缘 现在 很相信得到人生 又得到了 文思修行的机会 一定要 克服这个放异的缺点 要精进修学 要心改身如故 外表看起来 跟周围人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心改了 心在精进的修行佛法 心在精进的修清静 行修平等心 这个样子 就是人中的幽波罗话 如果你心中间 长期贪嗔痴 那是人中的 假裂伪貌产品 将来肯定到三恶道 要成为人中的 名优产品 将来 生佛净土 这个样子 底下呢 是较良不识 功德原品 第十 这一品呢 就是叫我们念法呀 法是无量无边呢 无量无边的法呢 可以用六度 来开阔 六度呢 可以用一个不识度 来开阔 所谓 谈意色于六 自身 无畏法 谈意色于六啊 自身无畏法 自身 不识度 是自身呢 无畏呢 持戒度 那 持戒呢 你就不会去老爱 不会去老害那些 众生呢 你自己言持戒律啊 所以呢 众生 无畏啊 这是无畏施 忍辱度呢 跟我过去有恶业 就他伤害我 我修忍辱啊 不会报复他呀 这样子呢 他也无所畏惧啊 这个也是无畏施啊 精进度呢 就可以不疲不厌的说法 禅定度呢 可以观察众生的根基来说法 说法要窃理也要窃基啊 众生才能得真实受用 那般若度呢 是不颠倒不错乱的说法 这都是法 法不实啊 所以说 其实六度呢 都可以归到不实度了 所以呢 举不实来设六度 以六度呢 设万痕啊 设五样的修行法门 而是地藏菩萨摩河沙 成佛为神 从座而起 胡桂合掌 白佛眼 四尊 我贯夜道众生 较良不思 有轻有重 有一身受福 有十身受福 有百身千身 受大福利者 其事迎合 唯愿是罪 唯我说之 有一身受福啊 这一身受福是什么 全身修福 今身享福啊 享福不肯再修福啊 迷失了 富贵学道难呢 这就一辈子想完了 下辈子多饿到啊 这是一身受福啊 十身受福是什么 你看那些帝王啊 他有德行 有福报啊 他这个地位 他可以传给子孙 传十代啊 或者传十几代啊 这十身受福啊 这个朝代能够传十几代啊 百身受福啊 百身受福 你看那中国呢 孔子呢 孔老夫子呢 他一辈子都从事教学啊 他这个后代呢 传到七十多代啊 在孔德城这里 七十多代呢 大家还是很尊重的啊 这个家族还是很兴旺啊 子孙还是很贤良啊 你想想 他子孙呢 几十代啊 七十多代子孙呢 还受他的这个福德的护佑啊 你可以想见 他本人这个福报 有多大 我们这个金刚秤里面 有个百教的那个 一个法呢 他们有个法本 有个法媒说 说这个孔子啊 也是文书画线呢 这样子也是一种说法呢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呢 唯愿世尊 唯我说之 二十日佛告地藏菩萨 无尽于刀利天公 一切纵会 说言福提 不识较良 功德轻重 辱当地听 无谓辱说 地藏白佛言 我一世事愿要欲闻 那么呢 这一品很重要 较良不实功德原品啊 因为是讲法宝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以佛宝为中心 佛陀入念旁了呢 就以法宝为中心啊 这是核心理 明天呢 我们详细地讲解 回向 我念 现在未来天人众 无尽殷勤父主辱 以大神通方便度 物令堕在诸恶去 南无本尊地藏菩萨摩荷萨 南无本尊地藏菩萨摩荷萨 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以菩提心的摄持呢 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是 本经的非常重要的一品 较良不实功德原品第十 那实际上这一品呢 就告诉我们很多的 实修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在 日常生活之中 如何 在日常生活之中 如何呢 去修行 众生有 八万四千种 烦恼病 所以呢 佛陀呢 就讲说 八万四千法门 那无量的法门 归纳起来呢 就是一个不实度 昨天我们讲到了 谈意色语六 自身 无畏法 不实度呢 并不是说好像 你出一点钱啊 支持建事院啊 或者是救济贫苦啊 不单单是指这样 不实度最重要的 就是要我们 放下 归根接地呢 修行 修行人啊 一生一世 要修习的功课呢 就是放下 放下执着 超出六道轮回 放下分别 超出四圣法界 放下执着 分别和妄想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一品就告诉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间 如何去修行 如何去放下 我们昨天说到了 法门无量 寺院学 不是说 叫你去学净土 学禅 学密 学天台 学闲手 而是讲什么 每一天有八万四千念头 这每一个念头 里面去修放下 就是修学 无量法门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 穿衣吃饭 一举手 一头足 都是修放下 所以我们 那个这次的法会 里面有很多的义工 搞厨房 搞卫生 各个方面的事情 搞接待 搞安排 应该说呢 都是非常难得 这个是 内才不实 用我们的 精神 体力 护持道场 福报呢 是很大的了 道场上面 有人能够念佛 将来能够往生做佛 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 现前护持 这样子的话呢 功德利益非常大 佛经上说 以一博饭 供养 辟之佛 能够得到九四一节 九四一个大节之中啊 不受贫穷的果报 所以呢 三宝门中 福好求 如法的 那个修学的话呢 决定不是一生受佛 十生受佛 而是呢 百千万生之中 来自于呢 不断的陪伏 这样子的话呢 毕竟超出轮回 昨天说到呢 地藏白佛言 我一世事愿要欲文 一百零九面啊 佛告地藏菩萨 南岩福提 有诸国王 窄府 大臣 大长者 大岔利 大婆罗门等 若欲罪下贫穷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亲手便不思 这是修六度 或是人思 软言未欲 软言未欲啊 是指 修士设法 是国王等所获福利 如不施 百横河沙佛 功德之力 如果我们没有明白 这个道理啊 只是听这个四项 觉得不可理解 你看国王 他对于那些很贫穷的 来自于有残障的 这些人呢 去给他们不施的时候 功德多大啊 如不施 百横河沙佛 功德之力啊 有一百条横河 横河里面有无量的沙呀 那么这一百条横河里面的沙 每一粒沙 代表一宗佛 功德无量无边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啊 为什么我们就这么 你看国王就这么修一修布施啊 就可以得到 供养百横河沙佛 这样的功德 一般觉得不好理解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不可思议的功德呢 你看我们前面说到了 以一伯范 供养圆爵 尚且能够得到九十一节 不受贫穷 这样子的果报 何况是供养佛呢 而且来说 好像阿玉王一样 当年呢 以一盆沙 供养佛 尚且呢 得到后世 为帝王 这样子的果报 何况是 供养无量的佛呢 这个 功德利益 决定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国王就这么修一修 会有这样子大的 果报 如果你没有 没有深入理解 只是看事项啊 很难相信 就是信呢 也只是勉强信啊 所以一定要明白道理 这个里面实际上 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如何修 第一个我们看啊 是大国王等 欲布施食 若能 巨大慈悲 这个很重要啊 要以大慈悲心来设斥 普通凡夫啊 只有爱缘词 对亲人有感情 一切都希望他好 这是爱缘词 福报很大 心量很大的众生呢 他有众生缘词 看到众生受苦啊 生起慈悲心了 愿意帮助他 菩萨呢 有法缘词 思维佛法 生起慈悲心了 知道呢 度众生才能真正度自己 成就众生就是成就自己 这样子呢 是法缘词 佛是大慈悲啊 佛心者 大慈悲心事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无缘啊 不讲条件的 啊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啊 同体啊 知道呢 尽需控 遍法界 是一个自己 这样子呢 生起 同体大悲 所以呢 国王 修 不思的时候呢 他能够保持这个大慈悲心 所以呢 功德就非常非常大 第二个呢 是因为怎么样 下心 含笑 下心啊 很谦虚 很谦逊 他不会想 啊 我是国王 我要摆国王的架子 他没有这个念头啊 无我像啊 心清净啊 清净心啊 还笑啊 对众生呢 很慈悲啊 体现于行动 不会想到 他们不如我啊 他们是贫穷的 是有残障的 不会这样 而是想什么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知道呢 生佛平等 我们能够做到吗 我们供佛的时候 很虔诚啊 哎 我们看到贫苦的人 说我们虽然会不失 但是心里面不平等 不会好像对佛 那么恭敬 去对了他们啊 虽然不会有 有很明显的 亲世的心 但是心中间 决定不会是 好像对佛 这样子的虔诚 这样子的恭敬啊 这个就是有分别性啊 这就是 不平等啊 不亲近啊 所以呢 这个大国王啊 国王他能够 这样子修的时候 怎么样 他生佛平等啊 下心寒笑 好像对佛这样子的 恭敬心 来修啊 就是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啊 所以呢 前面的下心 是亲近性 没有 没有我下 底下的呢 寒笑呢 是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这是平等性啊 你一切像 如果你的心 虽然是在修善法 但是你的心不清净啊 还有我像啊 这时候怎么样 你的心就有染污啊 心有染污啊 有染污就怎么样 就三恶道有分啊 染污是三恶道的业因啊 你心要是不平等啊 就很难脱离六道轮回 你心是清净的 没有我下 但是呢 不平等 还执着于 有善 有善 有善法和恶法的相对 有善恶的分别 心中间呢 取善业 不造恶业 这个是人天善道的业因啊 但是呢 你还是不平等啊 不平等 所以呢 你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啊 诸佛菩萨呢 没有分别性 虽然了之有十法界 四圣六房十法界 这些现象界里存在 但是对他们来说呢 十法界是平等的了 所以会四限 我们昨天说菩萨万恒 可以归来为五恒呢 五恒里面呢 由果起因之恒是 因恒 因而恒和病恒 来度众生 菩萨 他会四限做一个 普通的凡夫 来度众生 甚至于会四限怎么样 贪称词很重 来度众生 甚至会四限恶道 现威猛向 来责服众生 都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菩萨的心呢 是平等的了 识法界是平等的了 所以国王修布施的时候啊 心是真诚的 清净的 平等的 所以功德力非常大呀 他对修习菩萨的五种光法呀 第一个是真光 真光 清净光啊 真光呢 就是以真诚心 不是 真诚心是体呀 所以我们修行呢 一定要有真诚心 真心呢 才会呢 与本觉相应 纵然别人对我们虚假呢 我们对一切人都还是 要有真诚心 如果 不知道在真诚心上去 下功夫啊 那么呢 你就是 旁腿面壁啊 能够一年不出定啊 你出定的时候呢 还是 有分别 有执着 不清净 不平等 你还是在六段轮回之中啊 所以我们 要以真诚心待人 这个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间如何修 不要怕吃亏 不要怕上当啊 你就活一百岁 你天天上当 你顶多也就是上当 吃亏上当一百年了 时间很短了 你保持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一百年之后 你超出六道轮回来 这个功德力也很大 所以 这不是什么吃亏上当啊 真正吃亏上当的是那些怎么样 虚情假意的人 屈服没有真心的人 为什么 你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他占了便宜啊 实际上怎么样 造了很大的恶业 还是要 倒六道轮回 还是要做到三恶道之中去 现前看起来 他占了一点小便宜 实际上呢 累生累劫 受极大的苦报来 为了吃刀口上的一点点蜜 把自己的舌头都割掉了 这是真光啊 清净光 国王下心寒笑啊 是没有我人事相 以清净心 平等心来修布施 广大智慧光 广大智慧光呢 就是广修六度啊 真正能舍 能放下 就是我们下面讲的 亲手便布施啊 悲光及磁光 悲光及磁光 就是巨大慈悲 亲手便布施 是说 国王呢 在修布施的时候啊 就具足 修六度 亲手呢 是修磁戒度啊 为什么 容易有情啊 亲手 亲手布施的时候呢 有情很欢喜啊 也是呢 这是饶益有情界啊 也是呢 舍利一界 亲手便布施啊 心中间 要保持正知啊 要真诚 要亲近 要平等 这就护正知了 护正知 就是舍利一界了 修布施 本来就是舍善法界了 所以呢 修的时候呢 就具足了慈戒度 亲手呢 也是修忍辱度啊 没有国王的价值 没有我下 亲近心 对于接受的大众呢 没有分别心 亲手平等故事 就是修忍辱度啊 辩呢 普辩的故事啊 修精进度 不会脾炎了 辩故事呢 也是修禅定度啊 普遍 这个 是禅定度 外不着向明禅 内不动心 明定 修的时候呢 心中间没有分别 不动心呢 不动心不是没有念头 而是怎么样 而是知见一切法 心不染拙 视为无念 心中间对一切万法 了了分明 心中间啊 了了分明 了之 但是呢 不会染拙 不会染拙 就是没有分别执着啊 这样子呢 是无念啊 是内不动心啊 亲手辩 不思 不思呢 修不思度呢 外 外 外是啊 是财物 内思呢 是自己的精神体力 法思呢 法不思呢 是底下的软言未欲 无畏不思呢 是亲手去思 所以说呢 亲手辩不思啊 这里面其实呢 也就啊 具足了 不思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同时也是具足了 般若度 为什么能够三轮体空的去 修不思 没有 啊 思者之相 无我相啊 没有受者之相啊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啊 啊 没有所思的物相 三轮体空来修啊 啊 这个就是 修般若度了 但于自信 常起正见 反老成老 常不能染 即是见性 在自信之中 常起正见呢 我们一直说要保持政治正念呢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容易的功夫了 真正能够长此保持啊 一切才反老成老不能染 我的时候你就是明心见性呢 啊 反老成老 常不能染 即是见性 所以呢 我们知道亲手遍布施啊 就是在聚足力 修六度 或使人师软言未欲 软言未欲啊 使人师软言未欲啊 这个修菩萨的试色法呀 布施 布施色 爱语色 力行色 同试色 使人师啊 就是怎么样 有些众生他业重呢 他害怕啊 所以呢 派一些其他的大臣啊 其他人去施啊 这同试色啦 施呢 使人师师呢 是布施 布施色 才施法施 无畏施 软言 软言呢 是爱语色啊 就是 很柔软 很亲切的语言 去 劝化他们 保持正念 修习佛法 就是说 不单单是 给他们布施一些财物啊 而且还能够软言未欲啊 软言 这个很重要的 言辞柔软 越可重心呢 对出家 对我们出家人来说 尤其重要的 要修好这个 爱语色啦 言辞柔软啦 你不要不耐烦啦 你不知道的人呢 不了解佛法的人呢 他怎么样 他对别人啊 是现金刚 怒目下 愤怒下 很不耐烦啦 说话呢 很 很直接啦 无心中心就伤害人家了呢 不值得修软言呢 对自己呢 是修慈悲下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错误了 哎呀 小事情啦 我经历不够了 给自己找种种理由和借口 反过来呀 对众生 是金刚 露目下 对自己呢 是菩萨慈悲下 什么事情 都原谅自己啊 这个样子 难以成就了 又转过来 对众生 修菩萨慈悲下 有耐心 有柔软语 言辞柔软 愈可重心 对自己呢 先金刚露目下 有一点点的 错误和过失 来自于心中起一个恶念 都马上忏悔 绝不留情 这个样子可以成就啊 反过来怎么会成就啊 反过来思考六道轮回啊 哎呀 我们法师们 尤其要 尤其要这样子做了 尤其要注重了 否则的话 如何去射受众生啊 这是软言 为欲啊 为安慰众生 欲呢 欲试啊 以种种的善巧方便 来开示啊 以种种的辟欲 来启发众生 开发本具的智慧啊 这个是例行色 所以呢 或使人是软言未语啊 就是具足修菩萨的四色法 你看 高万修布什的时候 能够具足菩萨的五种光法 能够同时具足修六度四色 所以功德很大呀 不是没有道理 不是没有理由的呀 哎功德大到怎么样 好像布施横河沙 百横河沙佛 功德之力呀 嗯 这是最重要的 一定呢 要有清净性 平等性 这里面呢 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 第一个启示呢 就是 在人间心 菩萨道啊 功夫全 用在内心里面 在内心里面下功夫 外表看起来 跟世界人没有什么两样 心改 身如故 这才是真修行啊 有些人怎么样 反过来 外表上面就是个佛像啊 脖子上面长长的面图挂着 居士也挂着 好像一个大和尚一样的呢 手里面呢 一串珠子 两串珠子 口里面见面就是阿弥陀佛 嗯 看看人家 就是阿弥陀佛 这件事很糟糕了 心里面长起贪嗔 知道常有分别啊 常有执着啊 你反过来就行 怎么会成就啊 啊 外表上面跟世界人一样啊 他不信佛法 你绝对不要跟大家提佛这个字 哎 免得他照办法业啊 但是怎么样 你的行为 就是身教啊 智慧德项啊 内在是智慧 外在是可以做好榜样 工作很出色 嗯 赤藏者 道德很优秀 人家自然 心服口服 自然 你不要开口了 他自然会好奇 觉得你为什么 修养这么好啊 哦 知道你学佛 自然对佛 产生信仰啊 嗯 这个样子是对的呢 你外表就是佛像 内心是地狱像 怎么会成就啊 所以功夫啊 全用在心里面 这最重要啊 朋友们对静的时候啊 心中呢 都在用清静的功夫 用平等的功夫 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 嗯 我们你看看 离开这个林泉寺了 回去了 都要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上呢 不可能天天这样子天经呢 怎么修行啊 是不是你天天念念经就修行呢 不见得了 那是口善呢 心啊 那个心没有改呀 心没有转变呢 功德利益不是很大呀 所以最关键是怎么样 在日常生活中间修 在起心动念中间修 在穿衣吃饭中间修 在点点滴滴中间修 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逢元对静的时候修啊 逢元是什么 人事环境啊 元是人事环境啊 对静是什么 静是物质环境啊 逢元这个元中间有好元 有恶元 有俗元 遇到好元了 我们随机地跟他说佛法 劝化他 令他得到究竟利益啊 不单单是暂时安乐啊 而是得到涅槃之乐啊 遇到恶元呢 我们修慈戒度 修忍辱度 不跟着他转 就可以了 遇到恶元 你前面有时候还要度化他 最后呢 他把你度过去了 他度你喝酒 喝得醉醺醺醺的了 你还说你度他呢 那回不出他 他把你度到三个道去呢 遇到俗远 还有种俗远 你说 哦 我工作很忙啊 我要做生意啊 我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啊 我要应酬啊 是不是不应酬啊 那错的了 别人遇到人很奇怪啊 不学乎还好 越学乎越怪了 那就糟糕了 哎呀 遇到俗远 你该应酬还应酬啊 但是呢 心中间又清净啊 外在是横顺众生呢 照样应酬 那是把握分寸 心中又很清净